松露的香气和高价格被许多的老涛誉为是厨房里的钻石 日前农委会在台东泰马里试验邻区发现了原生松露 最特别的是它的品种和世界各国都不同 还没有经过正式的命名 透过镜头带您一睹它的真面目 戴起手爬挖开松软的泥土 短短几分钟就有惊喜出现 而且还是高贵的松露 随手就能找到厨房里的钻石 这块宝地就是台东泰马里实验邻区 像是刚刚所见的松露虽然形状已经破裂 但长约五公分香味扑人 好消息还不止这样 最近两个月在相同的据点 已经发现将近20颗黑松露 令研究人员嘖嘖称奇 当初我第一个挖掉的时候 他以为是土块就把它搁在旁边 还好被多瓦看到 不然就被跌到旁边去了 差点就和美食界三大天王擦身而过 索性研究人员眼力好 这才发现大自然的礼物 经过比对确定是全世界都未曾出现的新品种 目前还没有命名 这个松露是台湾特有种 目前在其他地方是没看过 泰马里这一种它是属于黑松露 正式的科学名还没有 我们打算可能以这个地点来命名 松露和鱼子酱儿干酱并称 美食界三大天王 让老涛疯狂追捧 行情更是昂贵 例如意大利的传统白松露 还喊出每公斤六十万元的天价 为了加大生长区域 农委会临事所也积极着手改善土质 期盼创造环境经济双赢局面 记者刘灵祥台都报道